哈喽大家今天的节目要上新一个外缝的凯莉包 一个凯莉28 看到它手柄的根部是一个单环的包 我们就知道它是2000年之前的 至少或者是最晚也只是在1999年 那它的年份是方框逼克 1998年那个时候还采用单环 其实对于单环和双环 我个人会觉得可能也就是代表了年份关系而已 其实单环并不代表它就不好看 我个人还会觉得单环它可适应的场景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我们完全可以不带肩带 用它做一个包来使用一个手提包 那同时如果加肩带的话也是可以加上去的 单环它的整体性一体性会更好一些 如果我们拿一个双环的包而不带肩带的话 会不会觉得好像把它的肩带遗失了 拿一个没有挂肩带的凯莉包出来呢 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单环它的这种一体性 所带来的感觉其实是可以弥补它所谓的不足的 2000年前后爱马仕还是出品了很多 夏蒙尼制成的包袋的不管是薄金包还是凯莉包 凯莉包好像会更多一些 作为外缝的凯莉包的话带给我们的感觉 整体会比较干燥一些 会比较硬挺同时也会比较平滑 那制成的包袋呢也会是比较扎实的 爱马仕给它的汤印也同样做了特殊处理 并没有做比如说金色的五金给它做烫金 而是另外一种呈现 这个包的汤印看上去比它的边油暗红色 这个颜色还要再深一些 看上去已经接近黑色了 或者是比暗红色更深的一种暗红色 比较老年份的包袋拿到手上的时候 我特别感慨的就是它的五金的部分 好像不像现在的包袋那样 很容易留下划痕 包身的主要的几处五金的部分都没有明显的刮痕划痕 包括它的底钉 要知道这可是1998年的包啊 到现在为止底钉的镀金都还没有完全脱落 同时呢这个包袋的白色的缝线 看起来也还是很提气的 这个包的颜色会是哪一个呢 会是21号自然沙色吗 其实对比一下就知道不是了 不太确定当时会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色号 或者什么样的名称 但是就目前的观感来看的话 很接近我们经常说的奶茶色 红茶和奶共同呈现的这种略带红色的浅黄色 这样说来好像有点拗口啊 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自然的呈现 也是属于一种大地色 在金棕大象灰和黑色这几个金刚色之外 我觉得它的颜色的整体呈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又温柔又有力量 这只包整体的橙色还是不错的 像缝线边游 其实目前看不到什么太多的缺失 可能就是因为它在2022年的时候 原来的主人给它做了一次全方位的护理 这是当时护理的小票2150元 我们知道在送回专柜的包袋 会享受哪些护理呢 边游缝线这些一消耗的部分 如果有缺失的话都会补足 另外就是包身的部分 如果有缺色的话也会补齐 其实也会看到 比如说像肩膀的这两块小皮革上面 在使用挂钩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对它有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 有可能颜色有一定的缺失 在护理之后 我们能看得出来 其实它是被补了颜色的 包括包身呢 仔细看可能会有一点点颜色不均 但是我觉得有护理发票 会很能说明问题 首先它是一个正品的包袋 第二 它在之前没有 或者是非常不明显的经受过 第三方的这种保养或者护理 有了这张护理的销售单 同样可以证明 它包身目前仔细看 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护理后的成色 其实是专柜给它做过的这种护理 其他的附件呢 会有当年份的钥匙所的组件 钥匙有两把 那皮革铃铛和小皮绳呢 也都还是显示比较健康的状态 比较有痕迹的 或者说仔细看有痕迹的 我觉得直观来看的话 它的肩带也还是比较健康 比较有韧性 同时也是能够继续经久耐用 再用个20年的 非要说的话 有可能要说一说 它的挂环上面有一些 氧化或者是磨损 这属于五金的一些变化 大家如果有动手能力的话 可以去用氧化膏给它擦一擦 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效果 1998年20多年前的包袋 拿到手上和目前的凯利包 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就是它的内部的拉链的logo 和现在的呈现是不一样的 另外目前的所有的口袋 伸手进去 其实都是全皮革的 而不是像当年 还用了部分的绒面 如果大家拿它和现有的包袋 做对比的话 五金上logo的刻字 和现在的风格也是不太一样的 另外有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担心 就是它底钉的高度 其实在某一些年份之前 它底钉的高度是不像现在这么高的 高一点的底钉对包身的保护作用 也会更加明显一些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上新了 我们会把它叫做奶茶色 一个凯利28 除了它的肩带和钥匙锁之外 还有护理发票 没有了当年的防伤带了 会附赠这样的一个无纺布袋 我觉得有效就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